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早晨 來到7月19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 开市直擊 我是Irene和Irene 今早有中微证券研究部 執行董事 王委一豪Rafi 为大家分析示范解答投资問題 早晨Rafi 昨晚美股都要收押 道指跌了超過500點 行止夜期也跌了200多點 待會問Raffy怎樣看 最新市況發展 大家有什麼股票研欄 歡迎WhatsApp留言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下你的名字和想問的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隔晚美股表現 地緣政治風險憂慮持續 金融股和科技股拖累道指下跌 高盛和摩通跌超過3% 道指再破頂後在高位回途 曾經急跌600點 收市跌533點 收報40665點 結束連升6日走勢 標指跌0.8% 收報5544點 納指跌0.7% 收報17871點 專注小型股羅素2000跌1.9% 美場債息回升 美匯指數也一度升大約0.4% 歐洲央行維持利率不變 歐元跌大約0.4% 日元匯價回軟0.8% 金價曾經升0.6% 但高位有沽壓 一度跌大約0.7% 焦點美股方面 蘋果和亞馬遜跌大約2% Google跌1.8% Meta反彈3% Tesla輕微靠穩 收市之後公佈業績Netflix 特色股價回落0.7% 而芯片股個別發展 台積電業績反映AI需求仍然強勁 NVIDIA反覆回升2.6% 重上120美元關 台積電就升0.4% 而AMD就曾經仍然要跌超過2% 超微電腦跌1.8% 中概股和ADR的表現 南亞京東比港股跌超過3% 騰訊、阿里巴巴和美團 比香港收市跌超過1% 網易和百度跌0.7%至0.8% 匯豐控股ADR自宣布67.21 比本港收市價跌0.9% 港交所跌1.8% 友邦、建行、比亞迪都跌超過1% 看看今早總外圍市況 暫時美股期貨回運 導致期貨40986點 升28點 至於亞太區股市 普遍都要跟回美股的跌勢 日本市 輕微跌0.07% 日經平均指數4096點 跌30點 南華人股市跌幅 押近1% 澳洲市跌幅 也要押近1% 新西蘭股市跌0.6% 而恒指黑旗纜 遇事港股 稍後可能要低 黑旗也跌過8點 先跟Ravi談談外圍 最新消息 先不如說一下 焦點股的業績 尤其是芯片股 因為經歷了 一個大跌浪 不是,跌浪跌小 前一天 因為大家開始擔心 究竟那些芯片股 是不是已經差不多呢 還需要再回呢 昨天就 TSM 在美股開始前公佈了一份業績 第二季的業績 銷售額、靜利潤、毛利率 都是超出市場預期的 季內的收入增長了四成 公司有預期 第三季的營收增速大約三成 還要調整全年的收入增長目標 去到介乎兩成四 去到兩成六 那份業績好像不錯 集團還說 今年是強勁增長的一年 大家看到昨天股價升了一層之後 就好像在他們的業績會之後 沒有太多力 我看到有些說法 就說是否因為台積電的董事長 魏哲嘉 沒有回應到 最近大家很關注 特朗普說要去台灣收保護費的東西 這些地緣政治風險 你怎麼看 台積電的前景是否還有理想呢 以及接下來股價的走勢 其實你說基本面 前景來說 一定是理想的 始終做這類型芯片 或者高端製式的芯片 大方向都是AI那樣東西 其實這方面 整個方向是沒有太大改變的 就是你的應用 需求 中長期一定是越來越多的 其實現象基本因素來說 說真的一定不會說差的 遮物資基本的量 我覺得不會突然間沒有了需求 沒有了單 沒有了 其實說真的 你看到這次的業績 第二季來說 無論剛才說的大數 可能收入 每股盈利 甚至乎 無利率等等 都比前一季 當時預期第二季的時候 其實全部都是高的 好過當時預期之餘的部分 就算不太好 都是一些上限來的 基本上都是沒有太多的問題 甚至乎你說 距比第三季的指引 其實都算是正面的 雖然未主要說 對比第二季有一個 很急速的增長 但是始終在基數那麼高之下 都還有一個增長 所以如果無利率 還覺得有得升的話 其實這是市場有些驚喜的 從機構面來說 熱務 一個Focus等等 其實我覺得 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我想只不過 對應股價身上 有幾樣東西 就是最主要一點 就是股價反映了沒有 其實這個我想 說真的 升了那麼多 你說完全沒有反映 就騙大家了 變相我覺得 最主要一點 可能股價也反映了一點 所以你看到 暫時對於業績 說再好了 或者預期之館也好 就好像以往那樣 太大驚喜 因為你的價格上升了那麼多 你不同 可能上一季 或者再上一季 那價格在當時的 商量還是低一點的位置 你的炒作性會大很多 或者反過來說 可能現在需要更加大的 更加爆炸性的一個刺激 才能推出一個價格 所以這次只是說 好過預期 或者是可以的 其實就不是太大的驚喜 那麼這個第一點 你的股價暫時反映 就不算太大了 而二來我想 有少少市場會覺得就是 當然剛才我們所說的 大家是不是在說 那個業績會沒有回應 就是川普那些因素 我覺得這是很難說的 特別是政治 其實以公司層面就更加難出聲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又 未必完全是絕對有關事的 但是反而你看到近期 為什麼一些的生命類股份 例如TSM 或者NVIDIA 相關這些股份都好 開始都是同步地有些回落 或者是比較波動性大 其實剛才提到一點就是 雖然業績基本面是OK的 就是仍然有需求 還有增長 但是問題是大家覺得那個增速 或者那個幅度 可能真的會放慢了 或者是慢慢已經所謂的 類似CAP了訂購 或者是這幾季開始 甚至特別就是 會看你的CAP 以往來講 你可能資本開支 因為這類型公司 一定有很多資本開支 但是以往你投這麼多下去 你做到那個效果 有一個所謂的效應 有一個大增長回來 大家是買的 但是大家現在開始會覺得 就是你還要投這麼多下去 但是會不會那個效果 不是說那麼強呢 就是因為已經 那個類似邊際利潤的問題 去到越來越低那個情況 所以這會有少許影響 因為你看到這次 剛才的電影也有說 就是接下來的那個CAPEX 其實都是比市場期為高的 但是如果你高了 但是剛才剛才說了 會不會大家擔心 那個數量是收成 沒有預期那麼大呢 反過來就是會有數量是浪費了一點呢 所以這個會令很多 大家覺得是頂了的時間 所以對於這個股價來說 你看到暫時的反應上看 就不算太大了 我想短期來說 可能都會是 不可能是他 我想同類型這一堆股份 都會是稍微反覆一點的 就是說無論自己的業績因素也好 或者今晚市的氣氛也好 或者甚至美股也好 也有些調整的時間 可能借住我小時候也會調整一點 希望可能令大家感覺上 就是一來股值開始又再便宜一些 而來可能要等到下一下 叫做衝波 剛才說的這個類似一個瓶頸位 所以你破到這一下 大家又會再覺得 你扔下去的資本可以知道 是帶到一個很高的增長回來的 那就繼續炒這個故事了 所以我想短期來說 就未必一下子再充頂住了 但你說論看法 當然不是先談 明白 前景也是好 但是股價走勢短期 可能大家要等一等 先說一說 都是第一招點的一些科技相關股份 就是Netflix 就是收市之後公佈了第二季的業績 每股經調整盈利4.88美元 好過預期 收入升超過1.65 客戶量的增長都超出預期 不過下季的收入指引就不太好 第三季的客戶量增幅 預計可能會低於去年同期 收入預料升1.4 有97.3億美元 就差過預期 見到Netflix股價 就在盤口一度急跌了7% 現在就沒贏了 但很幸運就是回穩 怎麼看Netflix 因為股價都是累積升了不少 其實它的股價算很強 其實說真的 你將它定位為科技類股份 其實這個也有得說一下 其實大家都知道 過去美股 你炒來炒去 很集中的都是科技類為主 或者說芯片 這些更加明顯 所以你說論界別上說 Netflix又不是完全純科技類股份 其實它也算是零售消費類股份 可以這樣說 所以其實有這個股價表現 其實真的算是強的了 過去也 還有其實不要說剛剛這次的業績 我想對上幾季都開始 在說這個問題 就是沒錯 你的上客好像還可以 這次其實也說真的 你的單季上客量比預期更多 比預期更多了 比預期更多了 但是問題就是利潤 即是你可能不斷透過類似 即是越收越便宜 越來越便宜 因為競爭就大了 或者你根本上收不到這麼貴的時間 你越收越便宜 但是沒錯 你可能的量是多的 人數是多的 但是你拉出來的 所謂的增長 增幅來說 或者利潤率方面來計算 就一定是會轉弱的 其實過去這幾季都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說去到這些水平 雖然股價暫時還是算挺不錯 但我認為如果是否要購入 我會有些保留 而且如果你論估值上看 其實它也不便宜 如果你說實在 它還揹幾十倍PE 剛才提到的 TSM 和NVIDIA 都揹30-40倍PE 我寧願選那些 可以說實話 除非利潤率給大家的看法 就是有一个很继续强的增长 或者是很爆的期间 有些新的计划 能够吸线也好 或者是价格也好 能够拉出来有一个很强的增长 但如果你看到现在的增速 其实不是很快 还有你看到第三季的Focus收入 都是升一成两 其实不是一个很高速的增长